前天5月20号,俗称520,是情侣表达爱意的日子 但是这一天,张九南没有接受到爱意,却被恨意打中 再次被爆出负面新闻 而这次爆料她的不是前妻,而是另一个叫做蒙阿蒙的ID 蒙阿蒙详细写了一段文字,描述了自己和张九南的情侣关系 并且爆料张九南在和她恋爱期间出轨 她看到张九南与其他女生约会的新闻后,才知道自己被出轨了 在这份爆料中,这位蒙阿蒙还揭发张九南经常约会不同的女生 自己是因为不想再看到其他姐妹被骗 所以才决定在几个月后,选择在520这一天把事情爆料出来 有网友质疑,蒙阿蒙只是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 她很快就晒出了和张九南的对话截图 从截图中看,张九南曾说过,自己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想儿子一天比一天难受 不过蒙阿蒙表示,就在2月16日,张九南还跟自己说这番话 第二天2月17日,她就被拍到和其他女性约会 事实上,张九南的确在3月初被曝光了和其他女生约会的画面 我们节目中也曾经播出过这段 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发生在2月17日的事情 蒙阿蒙爆料之后,张九南没有任何回应 德云社也没有采取任何公关措施 不过这条新闻在热搜榜上很快下沉 到我写稿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见了 尽管热搜的热度下降了 但是这一次,无论事情真假与否 无疑都已经给张九南带来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2022年1月起,张九南前妻就多次发文控诉张九南家暴、出轨、约粉丝 也没有支付充足的抚养费 而张九南很快就回击,称前妻说法不实 自己在努力争取儿子的抚养权 之后,前妻再次爆料 张九南方面则透露出前妻出轨在先的信息 让舆论反转 与此同时,张九南的离婚事件开始变成了剧场里杂卦的梗 不仅同台的演员杂卦 就连观众也加入了杂卦的狂欢大军 杂卦一两次可能还是一种幽默自嘲的态度 但是杂的太多,也让人开始觉得不舒服 很早就有人提出过 就算在整个事情中张九南没有过错 但是离婚毕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 在台上如此杂卦,真的好吗? 前几次张九南的前妻爆料 因为前妻的说法的确存疑 张九南又正大光明地回应 后续更有前妻出轨在先的录音 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相信张九南 甚至对他有一份同情 但是这一次,有些网友就质疑了 垂多了,就难免让人生疑 如果一个人真的安安分分地工作 遵守基本品德 没有这些事情 是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和丑闻沾上边的 再加上之前反复杂卦 竟然又在丑闻不断 张九南还能让粉丝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他吗? 这次他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反击呢? 而对张九南的质疑 多少也波及到德云社身上 有网友评价说 德云社本质上还是草台班子 没有公关 遇到事不解释 就是杂卦 只会杂卦 甚至有人失望之余说 前几年还是真情实感追德云社 这些年实打实的黑料越来越多 所以回想起以前 真觉得自己有点傻 当然 也有人维护德云社 觉得张九南个人的行为 不用上升到德云社其他演员 也有人说 只要郭瑜 高鸾 月月 祥林 黄白丸子不塌 剩下谁塌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德云社某些演员的破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只是想在睡觉前听听相声 怎么就这么难呢? 也有人调侃说 没想到郭德纲当初叮嘱张九南 不要上热搜的话 最后还是一语成谶了 最后哥哥想说 张九南业务优秀 舞台上已经出路头角 那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管好自己 否则就是对不起自己 在业务上的努力 和辛苦的付出 更别给德云社抹了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